大家好啊,这次我来到上海呢,有机会见一下古利特 很多年轻球迷不了解古利特是谁,我简单给你科普一下 这是当年A系米兰鼎盛时期八十年代荷兰三将客之一 他和李杰卡尔德这家范巴斯腾呢,构筑了一个时代的A系米兰的传说神话 当年那会儿是拿过进球奖级别不抵的,甚至历史地位很高的一位足球运动员 现在已经来到现场了啊,这是一个FCPro足球世界嘉年华这么一个比赛 诶,谁来了?大名匠来了,八种啊,八种 这是我敬意足球圈认识的第一个大哥 哈哈哈,不好意思 包包!包包! 徐晋升聚来了 八哥,听说你最近直场运势挺旺的 最想感谢谁?最想感谢当然是你的偶像 太可爱了 普利特已经来了 咱们进去跟牌 各种聚光的 这牌头 看不看到 方不一脉 还是当年金球两的架势 请各位把手放在我们的启动球上 也请现场的观众和我们一起 倒上五个数 五 四 三 二 一 掌声 让我们证客 小届 MK足球世界职业联赛 正式启动 感谢各位 接下来我们要进行什么 表演赛 来问问一哥 平时这个 一位一吗 一位一吗 来个 肯定会有一位一的 感觉怎么样 期待吗 他 我比他年轻一点 古利特再次持球 把球往前给出来 李一 大地自己也在上面 自己也在场上 我看到了 对 也是在虚拟世界当中 大地和古利特的一次对垒 哦 彩虹过人 彩虹过人 古利特 再彩虹 连续彩虹过人 飞车秀 一脚抽射 打在了防守队员身上 可以看到这个 韩国这个选手 非常想用古利特 对 去金球 在古利特的面前 用古利特表现一下 咱们这边 看看大地自己可不可以 反方法 反方法 没想到可以 大地太棒了 打得非常果断 而且非常冷静 对 实赛 面对着职业选手 对 这个单道球不好进 不愧是大地 不愧是大地 哎呦 做了一个中百过人 对 看到吗 罗纳尔多招牌动作 中百过人 大地可以 原来真的像他所说 他自己说 自己是职业选手 是的 职业选手的大心脏 带在了任何一个 竞技层面当中呢 都是有优势的 首先来问一下 一开局就来了单刀进球 没有 我觉得其实真的 这个很好上手 今天我第一次玩 是 我很好上手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对 就是门槛相对比较低 对 所以说可以欢迎 我们所有的玩家来进行 大家可以去试一下 可以去试一下 其实很有意思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进行的就是 FC Online的表演赛的环节了 刚才进行了手游 FC足球世界 那接下来 FC Online我们的端游 更加地考验我们两位 球星的技术 当然呢 你们也有帮手 我们邀请到的是 阿元 王旭东 黄旭东 克里斯和徐静宇 有请四位玩家 来到我们的舞台上 哇 这个阵仗一上来 感觉就是重磅了 大家好 大家好我是克里斯 大家好我是阿元 大家好我是黄旭东 各位好我是徐静宇 好那接下来还是进行这个什么 分队 挑选队友 依旧要挑选队友 一个人要挑两位队友 大帝先来 你们俩 你们俩 好 好 古利特战队面对大帝战队啊 行 那我们请这个古利特先生和大帝来进行赛前的这个放狠话怀解 首先有请古利特先生 有没有信心 他说我非常相信我的队员 OK 大帝来放狠话 加油 毕生 拿下 非常的有信心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解说席 一起来观看 FC online的表演赛环节 我们来问一下古利特先生 对于这场比赛想进几个球 希望自己的队员进几个球 至少能赢两个球 至少能赢两个球 来问问大帝那边 大帝 您怎么看 对方说至少能进两个球 能赢两个球 我们拭目以待 大帝怀着必胜的信心 大衣已经穿上 范儿已经拿起来了 我想问你能不能 我内心很火热 很热情 来问问静宇啊 静宇就作为这个非常著名的KOL 今天来操作我们FC online 有没有信心 以及这个手柄操作 是不是已经准备好了 已经准备好了 再这一点我对于对手比较了解 知己知彼 百战不大 我对于黄旭东的风格 我了然于雪 所以今天比赛之前 我已经做足了准备 今天就要血虐对手 很有信心 血虐对手 刚才大帝说必须赢对方 你觉得你们这个战队 能进几个球 或者说要赢几个球 我感觉防守足球 是我内心当中一种信仰 因此我感觉 进球不宜过得 两个足以 因为对方的进球肯定低了 现在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看到李毅克里斯 他们所在的这个队伍呢 是身穿绿色的一身球衣 从画面的右侧向左侧进攻 而普利特所带的队伍 是身穿黄色的球衣 从左往右攻 还有大 哇这一下 高射炮了 力道很大了一点点 可以看到我们的KOL啊 都是力功心切 在自己的教练 面前的话 都是想展现出自己的实力 腰黄虚东 这球要打了 要打了 多带一步 这球还是打高了 巴黎过吗 直接打了 这一球 这球质量很高啊 小罗 还有小球 这段时间是场上 一队进攻比较有 起势的状态 连续有定位球 对 交给了克里斯 再交 青云老师 看这球有没有机会 躺一下 可以带了一步 转回来 等一下没打出来 有反抢了 有了 打满久了 这个球 后场反抢 这是古迪特队 率先取得了破门 看这教练自信的眼神啊 能不能给外克里斯 自己带了一扣 再打 哎呀过了呀 怎么不传呢 太不相信队友了 是不是 静云老师这个时候 都拍桌子了 你传给我呀 但是还好这个球射出来 很规呀 古迪特队要赢了 这样的话 这场表演赛就结束了 恭喜古迪特队 一球小胜离一队 同时显而易见的 双方刚才的最佳球员 无疑是守门员 因为做出了很多次 精彩的铺就 不然比分不可能 只是这个数字 但是最终 我们也是以一球险胜 我们还是更好的那一方 最后印度尼西亚队拿到了冠军 中国队呢 则是拿到了积分赛冠军和最终的亚军 总体来讲成绩已经非常不错了 而且在今晚的比赛中 中国队多次打出精彩翻牌 屡屡点燃现场观众的热情 我在现场这点感受非常深刻 而且我相信视频前各位观众啊 要是生活当中接触过电竞主球的话 我相信你会清楚 那就是电竞主球跟现实主球相比呢 精彩镜头更密集 刺激心跳的时刻 可以说一个接一个 不妥华节奏快 再结合今天在现场看到中国队 非常出色的发挥 真是比赛看着让人热血飞腾 非常爽 下回有机会的话 我还得来看 我觉得可能 我觉得可能 感谢观看